在新加坡50周年庆基金下 政府初步预算500万元 来协助有想法的国人落实庆庆喜计划 至今已经采纳的提案有14项 每项提案可以获得最多5万元经费资助 来看记者吴良响的报道 明年我国建国50周年 庆祝活动横跨一整年 跨年倒数活动将为庆祭庆典掀开序幕 3月公众将选出50个新济国人的地点 再通过短片 照片 诗歌等形式呈现出来 最后制作成新加坡新地图 活动为期7个月 儿童和青少年也有份参与庆祝活动 当局将举办校祭比赛和制服团体表演 其中学生们还有机会与国家足球队一较高下 到了11月 国家美术馆落成 从鱼尾石公园到滨海宝龙坊 也将打造新走道 名为金喜走道 系列活动中纳入了国人贡献的点子 从1月到3月两个月内 3岁到90岁国人贡献的点子超过1万1000个 其中1400个被采拿 新加坡50周年庆指导委员会透露 到目前为止 政府已为新加坡50周年庆基金 准备了500万元 帮助有想法的国人落实庆祝国家50周年庆计划 委员会已收到一月于视觉艺术演出 刊物出版以及慈善活动在内的超过100项提案 当中14项被采纳 至于整个庆祝活动的总经费 委员会主席王瑞姐说 这笔预算不太多也不太少 委员会说 部分活动在欢庆惊喜之后将继续举办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